俄罗斯已经做好了全面清算的准备 现如今普京活捉北约的一条大鱼 能够直接打开背后神秘的面纱 美国的丑陋嘴脸再也折不住了 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的挑衅 俄乌冲突战场 而且特别渴望能够揭开这背后的秘密 但是从实际的结果来看 背后的秘密早就已经是一个不经的事实 现在又有非常明确的证据 那么美国的脸上彻底的挂不住了 而且他们现在特别的慌张 根本就不知道应该如何去面对接下来的问题 而且这背后还有一条更大的鱼 俄罗斯也希望能够将这些人全部都捉拿归案 并且对这些人进行全方位的审理 美国和北约所要面临的问题 已经不仅仅是帮助乌克兰的问题了 他们正在不断地扩大战场的局势 而且他们也在不断地挑战俄罗斯的底线 根据相关消息透露成 俄罗斯联邦委员主席克里莫夫 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 透露了相关的消息 他们在马里乌波尔逮捕了一群反对分子 而且这里面还有非常多非乌克兰的军人 有一些军人直接是从北约派遣过来的 那些军人全部都是正确军 现如今俄罗斯已经将这些人全部都缉纳归案 而且还会将这些人进行非常严格的审核 克里莫夫专门点出了这些人的具体身份 就是希望能够让外界知道他们的具体行动 同时让北约能够收敛一下 因为北约现在的做法 其实就是在挑战每一个国家的底线 如果战争全面爆发 很有可能就是因为北约和美国造成 因为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加大他们的打击力量 甚至还给乌克兰提供较大的战争武器装备 这些人并不是北约花钱请过来的雇佣兵 所以身份还是有着很大的差别 如果将自己的正式军队成员派到战场上面去 无异于向俄罗斯宣战 相当于是想要打开全新的战场 所以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其实是西方国家和俄罗斯的冲突 乌克兰只不过是他们的一个战场而已 美国一而再再而三地找到各种各样的借口 就是希望能够借此机会打击俄罗斯的经济 希望俄罗斯能够一蹶不振 随着这些消息被公布出来之后 美国已经要彻底地沉默了 他们知道这个时候他们根本就没有任何理由 而且也不知道应该如何去进行解释 在最开始的时候 西方国家非常明确地表示说 他们是绝对不会介入到这场战斗里面的 而且他们也不会把战争不断地扩大 可是这些国家一直都是口吃心扉 虽然嘴巴上面说他们不会把战场扩大 但是他们的所作所为 一直都在挑战人类的底线 而且也是在想尽一切办法地去扩大战场 他们就是希望能够让俄罗斯彻底地毁灭 只要能够给俄罗斯较强力度的打击 他们都会想尽一切办法地满足自己的需求 俄罗斯非常明确地强调说 如果想要继续来挑战自己的底线 那么俄罗斯是绝对不会轻饶他们的 因为这些国家总是在暗地里面帮助他们 而且还要想尽一切办法地来打击俄罗斯的核心利益 只要能够伤害到俄罗斯的军队 那就是西方国家想要看到的结果 在最开始的时候 俄罗斯还没有切实有效的证据 所以他们也不敢轻易地提出相关消息 只能够默默地忍受这一切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随着越来越多的内容被发现之后 俄罗斯能够用最真实的证据来证明这一切 而且也能够将西方的丑陋嘴脸全部揭穿 北约的正规军人参与到这场战斗当中 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北约真的是毫无底线 他们难道就不害怕第三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吗 如果一旦爆发了这种结果 那背后很有可能就会是核武器的战争 而且北约也未必有那个能力 能够承受得了核打击 毕竟北约同盟国也只不过是一个非常弱手的国家而已 他们还没有那么强大的打击力量 这些军人手上应该还掌握了大量的军事秘密 他们应该能够了解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 只要俄罗斯能够将这些人的嘴巴全面敲锣 就能够了解最真实的战场行动 也能够为自己的战争做好充足的准备 陷入近俄罗斯最想要做的事情 那就是让全世界看到这背后的真相 也想要让全世界知道北约同盟国到底想要做什么 普京根本就忍受不下去了 他知道这个事情已经是在挑战自己的底线 当北约国家开始踩到俄罗斯红线之后 北约国家就没有机会能够顺利发展了 他们只能够默默地忍受这一切 也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所以陷入间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开始给乌克兰提供援助 俄罗斯直接从后方开始打击他们的援助力量 但凡进入到战场里面的军事武装 全都被视为敌人来处理 要知道俄罗斯的损失也非常的惨重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俄罗斯已经损失了武价制成绩 其他的武器装备就更不要说了 俄罗斯也有大量的军人上忙 毕竟战争发生之后 俄罗斯的军事力量都是不断的向前 西方国家又给乌克兰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援助 这些军事援助也给俄罗斯造成了巨大的打压 所以这背后应该还有非常大的余 一定能够让俄罗斯了解到更多的秘密 美国和西方国家一而再再而三的加入到乌克兰的战场里面 这些证据很快就会呈现在世人的面前 也会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到他们的真相 就在今年的4月 拜登政府还明确的表示说 他们会向乌克兰提供8亿美金的资助 就是希望这些资金能够为他们提供更多的武器装备 毕竟现在乌克兰的军事打击力量还是非常脆弱的 自从乌克兰的空军武装部队被彻底的摧毁之后 他们几乎没有太多的反抗能力 现在的战争已经进入到最关键的阶段 如果部队力量还无法抵抗俄罗斯的进攻 那么乌克兰将会全面沦陷 后来美国的军事国防部还为乌克兰提供了大量的技术支持 就是希望他们的部队力量能够拥有更加强大的打击力量 只要能够掌握美国的先进理念和技术方法之后 他们的打击实力也能够进一步加强 虽然他们未必能够彻底的消灭俄罗斯 但是牵制住俄罗斯的军事发展还是没有问题的 才能够给俄罗斯的经济造成致命一击 俄罗斯的副处长亚伯科夫实在是忍受不了了 他们决定做出强有力的回击 他们不再决定和乌克兰进行谈判了 因为谈判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和美国的谈判也没有太多的作用 因为美国已经开始加入到这场战斗里面 他们依然在再而三的挑战底线 甚至还在背地里面提供强有力的进攻武器装备 这种操作已经违背了联合国公约 所以俄罗斯的态度迎来了360度的大转变 他们是绝对不允许出现任何意外的 如果想和俄罗斯展开进攻 那么就必须要快速地打开操作 而且也必须要以最快的速度拿下战场 否则俄罗斯还会有非常多的军人无故伤亡 这种损失是俄罗斯不想要看到的结果 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克里莫夫也说道 他们会以最快的速度解决现在的战争冲突 绝对不会让现场陷入到一片混乱当中 如果战争继续往后推 俄罗斯的经济确实是有可能会被拖垮 毕竟本国也是需要发展 再加上军事行动每增加一天 这里面所需要增加的费用也会不断地累积 所以真正的大战很有可能会全面爆发 之前的战斗只不过是一些开胃财而已 只是希望让乌克兰看到这背后的真相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的结局将会全方位的反转 而且越来越多的内容和结局会慢慢地浮出水面 如果他们真的想要改变命运 那么就必须要配合俄罗斯的政策 西方国家必须要快速地退出乌克兰的局势 否则只会让整个局势不断地扩大 现如今俄罗斯拥有最好的时机 因为他们手上掌握了非常切实的证据 也知道应该如何去面对接下来的困难 西方国家反倒特别的艰难 因为他们现在左右为难 继续帮助乌克兰 有可能会导致更多的证据被俄罗斯掌握住 不帮助乌克兰 那么他们就无法限制住俄罗斯的经济发展 谁叫他们这一次被俄罗斯掐住了命脉 如此大的鱼都被俄罗斯给抓住了 美国现在特别的紧张 因为他们现在已经是起火难下 作与不作都会让他们感到特别的头疼 反正最大的损失还是西方国家 俄罗斯的这步操作还是非常漂亮的 他们不仅仅挽回了自己的损失 同时还挽回了口碑 甚至还让西方国家无地自容 陷入今的战场局势特别的紧张 大家都在提心吊胆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更吊以轻心 就连俄罗斯现在也在高度紧绷的状态当中 他们都知道这就是千军万马过堵木桥 稍有闪失都有可能会失败 所以必须要快速的拿下空间站 今天的分享到这边就要结束了 记得点赞收藏 我们下期再见